來自星期外 夢想街57號 世界名酒建賞大會開始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 歷領我們世界名酒建賞大會的現場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有企業大佬 也有政治明星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他們都是經營事業有成 而且在政治前途上面 也是一片光明的來賓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一位企業大佬 我們的董月花小姐 你好 大家好 董事長 你好 董事長 你好 我沒有說我要參選台北市長 我怎麼 那不是你啦 你不歸為那一類 您歸為企業大佬這邊 企業啊 我跟企業有什麼關係呢 來 企業大佬 我是演藝圈 您現在經營的企業可是赫赫有名 從過去的董月花這個珍珠奶茶 淡水長先開始啦 然後董月花泡沫紅茶 然後再過來的話 現在是董月花客家料理餐廳 對... 這一家目前撐得比較久 還沒倒 如果要去的話趕快去 舊雨新知 以免向雨 你已經撐了多久了 撐多久了這一家 我們剛剛辦完週年慶 一年了 那您的企業... 我好高興 我這個從北部的廟 拜到南部的廟 保身大地 什麼這個官老爺我都去拜了 終於有保佑到啦 對... 那您經營企業最長的壽命 大概多久啊 我看看 都不久耶 那我待會兒要好好來問一下 董哥到底是哪裡人 應該哈嘎人 那如果要講到哈嘎人的話 這一位應該也是鄭忠 敬平 黃敬平 你好 大家好 來 我們的政治明星 來 敬平 你是哈嘎人 對 我住在平鎮 桃園 桃園平鎮 來 平鎮 來 平鎮 我媽媽是苗栗那邊的 那個公館那邊的客家人 你還說哈嘎發吧 從胡瓜匆庸的 匆庸的一樣 匆庸的一樣 帶苗栗 苗栗 苗栗公館 那你要不要來一段三茶歌 不是 不會唱耶 三茶歌啦 有點... 等一下被長輩指責說 連客家歌都不會唱 胡瓜每次都講他客家人 每次在唱的時候 都唱那一首 採茶 腰菜 兩三噴這樣子 敬平你不會唱客家歌 不會唱客家歌 客家話會不會講 只會唱那個唐商過台灣 唐商過台灣 唐商過台灣 無法兼千 就覺得前面國更 我感覺董志成好像比較像客家人 所以你看董哥這是我們的客家國寶 那你不行 你應該要跟董哥來學一下啦 好 接下來我們的邱小老師 歡迎邱小老師 大家好 接著還有我們的這個 鍵酒師老酒黎 歡迎老酒黎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現在歡迎我們董哥 董哥今天來上我們拍賣會的現場 最主要目的在哪邊 因為最近手頭有點緊 那家裡呢 我最近想翻修這個房子 所以周轉一下 家裡也沒什麼什麼 你是不是應該先把這一間給賣的 這間那麼大一間 你應該先把它賣了吧 這個我佔的股東不多 小股 股份不多 這全部都是你的 這全部都我的 二號攝影機如果你要賣的話 這瓶五千塊你就拿走了好不好 好不好 董哥您今天帶來的第一瓶酒 我們從這邊先看 好 這瓶酒是金門的二鍋頭 這瓶酒是怎麼來的 這邊是我去烙軍的時候 然後當地的導遊 就是我們做小巴的時候 就有一個跟我們 其實也是帶我們去買東西 對 牛肉乾 因為我們知道金門最好就是牛肉乾 還有他們種了高粱 所以做了高粱酒 那時候我們就在晴天聽 晴天聽 金黃穆司令那個錦吃飯 他喝高粱酒什麼的 那於是有個人很崇拜我那個時候 他就說他加一瓶這個酒 他就說要送給我 對 因為他們也沒開封 而且她是個女的 我在講可能是因為我這個 長相太俊美了 有點像金秀賢 是 最近這個來自欣欣的都教授這樣 是 您是都教授 那他那個人就叫做陳奢雅 陳奢雅 陳奢雅 他知道說我平常喜歡喝兩杯 就送我這個酒 但我不知道這個酒的來歷 但是我看到他寫的二鍋頭 我覺得滿新鮮 本來我打算那天晚上要離開的時候 大家乾脆就把它打開來喝掉了 只是我覺得這個造型好像 我們古代那個水浦傳 或者我們看那個古代戲裡面 好像都製作的 就是用這種土瓶 就拿這個這樣子 來 好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過癮 就好像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瓶頭好像看起來 很像古代的這個 行俠藏藥的那種 那大概已經放了多久了 你在家裡面放了多久 我進到這行業也有大概快三十年了 但是我不是那時候 我不是最早的時候 是好像十多年前的時候 你這瓶酒還算是不錯 沒有什麼蒸發 對 沒什麼蒸發 那完了 那肯定好不了 好不到哪去 為什麼 吃了好的酒蒸發得比較快 哪有蒸發 蒸發完以後就壞掉了 蒸發了就壞掉了 你如果蒸發一半的 那個酒都沒有用 等於是說它有跟空氣接觸 結果我們都把那個當飽 你知道嗎 那個會蒸發掉 它那個說這個 蒸發掉表示它年代久遠 它才會發生這個現象 你不可能放一天就蒸發了 一定是放很久才會蒸發 好 來 董哥您自己評估的話 這一瓶酒的話 你如果要周轉的話 大概要賣多少錢 這個我倒是沒看過 人家有這樣的造型的酒 而且貼的這個二鍋頭 以我在北京 北京二鍋頭中 那種小小坡一瓶的 很便宜 三塊錢而已 兩塊錢 所以我就這個 算一下大概十塊錢吧 其實我覺得我訂得有點高 如果說 可是北京那個二鍋頭 不能跟這個 好啦 沒有關係 搞不好有這樣子的一個價值 對 我就訂兩萬元 老九霖還沒有估之前 我先給董哥看一個新聞 你還沒有看過 但是新聞上面 已經有這瓶酒 來給大家看一下 原封的二鍋頭 裡面卻沒有酒 這是發生在2014年的 1月27的時候 有一個屏東縣的一個民眾 他們家裡面 其實之前藏了很多的 這個二鍋頭的酒 就跟你這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然後藏了很多的 這個二鍋頭的酒 然後他就放了十幾年 然後放完以後 他就有一天心血來潮 想說我來開一瓶來喝看看 沒有想到跑去開的時候 才發現說 完全都沒有開封的酒 沒有想到裡面的酒 居然蒸發光光 一滴酒都不剩 那是買到這個山寨的吧 假的吧 好 待會兒我們來問一下 問一下老酒靈 因為我剛剛特別搖了一下 這一瓶酒 這瓶酒居然它有八分滿 代表它應該藏酒藏得非常好 那待會兒也問一下老酒靈 為什麼這一瓶酒的話 居然有民眾 他拿了這個酒以後 才發現說裡面的酒居然是空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剛剛這個董哥 估這一瓶酒的話 兩萬塊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千塊 為什麼只有三千 老酒靈 這有放十幾年 有 你光看鍋頭 開個磨做這個 都不只三千塊了 它量產 我要跟你解釋一下 你不要生氣 我們沒有生氣 第一個這瓶酒 其實它沒什麼蒸發 還有酒分滿 對啊 第二個它是量產的東西 它不是專門只做這一瓶 廢話每一瓶酒都滿量產 它不是手工繪畫的 那這個量很大 這個當初出的量很大 還有它當初只賣九百塊 真的啊 這一瓶才賣九百 對 它是五十三度的 對 它是從民國 難怪 所以難怪它會送給我 對 它是九萬塊 九千塊 它怎麼會送給我 可是你要想九百塊 漲到三千塊 其實漲還滿近的 八十五年到九十一年 這一批 那後來又改了包裝 那這一瓶酒一定是九十年之前 因為它有稅條 但是它幾年沒辦法確定 如果你連盒子在的話 你是八十五年 還可以賣到大概五千塊 因為它是第一批的 酒池也滿不錯的 那它這一瓶酒 基本上來喝的話 是很順口 還不錯喝啦 但是是很頂級的酒嗎 對不起 我不是很認同 老九嶺這一瓶酒的話 它有幾cc啊 這個容量 開了五千 一千喔 這是一千的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月份的時候的一個新聞 那為什麼屏東縣的這個民眾 打開來以後 他準備要喝的時候 才發現一定酒全部都沒有 還是他太太去怎麼喝 那個有幾個可能 喝光脫光 不是…那個風膜還在 這個是玩風的 他說他沒有拆過 是這邊這個蒸發的 這個蒸發掉 那有幾個情形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本身瓷器在燒製的過程 它有搖裂或者是殺孔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是它軟木塞 它用的品質不好 像85、86、87是軟木塞 後面88又是那個PC的 那個比較不會蒸發 這樣你知道了 那麼再來一種是它忘記裝久了 但是忘記裝久的機率是很低很低的 來 你那個照片借我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 這裡有滲漏的痕跡 它旁邊那邊 對 這邊有滲漏的痕跡 那所以我在猜想 它這邊既然有滲漏的痕跡 應該是這裡有裂痕或殺孔造成的 它的情形應該是這樣 這個是只有單一 還是說這一批酒裡面 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單一 單一 就只有這一瓶 對 因為這一瓶酒 是會有蒸發的情形 是因為軟木塞跟你保存的環境 像這樣有殺孔的話 它並不常見 好 來 接下來這個有日期的 來 董哥 這個是 這個是金門的寶月神泉酒 那為什麼會有這瓶酒 就買的 就在金門那個時候 我們去的時候都還有 這個就不是人家粉絲送你的 這是自己買的 我要是走在路上 都有人每個都拿一瓶高牛給我 我今天也不用主持這麼辛苦了 這倒也是 我就開個酒莊店就好了 你到金門邀禍醫生 人家還是會送你 最起碼請你喝一瓶酒 那個時候還沒那麼紅 我說真的 還是得自己花錢買 好 來 86年7月26號 這邊上面你自己貼的一個標籤 買的還是製造日期 是買的日期還是製造日期 製造日期 製造日期 那時候買多少錢 這瓶酒買的時候多少錢 大概兩千多塊吧 他的酒其實都保存得不錯 兩千多塊 你有一個外號了 我幫你取叫董元外 尤其這是潘納就對了 沒有 我沒這樣說 元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買貴了就對了 天啊 兩千多塊錢 來 你什麼時候買的 這個就大概是八十幾年的時候 八十幾年的時候 你會買到兩千多塊 那時候有被炒高嗎 你覺得廠商碰到藝人 他會賣你便宜嗎 怎麼可能 這個就是你剛出廠的新酒 你看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瓶酒是86年7月26號的時候 這應該是出廠日期 86年的時候出廠 你說你86年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出來有那麼貴嗎 他有沒有附贈一隻鐵槌 有 有啦 有附贈一隻鐵槌 有 有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 真的行家就是行家 金門高粱之所以會有名的話 最主要就是這個泉水的關係 這個泉水叫做寶月谷泉 那這個寶月谷泉過去 就是釀製出這個金門高粱 非常重要的一個泉水的來源 1950年的時候 這個開山主食業就叫做夜華城 夜華城開了一家酒廠叫做 金城酒廠 而這金城酒廠最主要的 釀造的一個酒的水的話 就是來自於這裡 那我問一下老九霖 那金門高粱 金門地方的一個泉水 為什麼會那麼的好 基本上是它地質 它那個地質是岩石結構的 花崗岩 對 花崗岩 它那個從上面的它沒有汙染 然後從那個花崗岩滲出來的水 應該都會比較偏甘甜 比較好喝 那現在金門高粱都還是用 這一口泉水的水嗎 那個早就不出水 沒有 這已經沒出水了 有一個軍中情人是方紀委 聽說那個泉不准給人家參觀 聽說不准女生參觀 你說這一個泉 對 這個是在電視上 好像是方紀委有講過 說他去看完以後那個泉水就不冒 冒不出來了 你說他去看過以後就冒不出來了 對 冒不出來了 所以後來他應該都是以RO水 地下水為主 金門高 金門地區的泉岩的話 其實也不是只有這一個 就像董哥說的 到這一個地方的話 其實聽說金門比較有名的 古井泉水的話 泉岩的話大概有四到五口左右 對 所以各地方的話其實都有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是在一個 花崗岩盤下 那這一個水經過花崗岩的一個 過濾之後的話 它的泉水的水質變得特別的好 那所以這瓶酒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紀念這一個 古井的一個意思 然後也是這個 這一個古井來做命名的 神泉酒 對… 所以這個酒總算是停產了吧 沒有這個酒酒了吧 沒有…它做到… 對 它做到好像是 也是91還是90就停產了 對嗎 因為那個泉都封起來 都被封起來 方紀委 但是問題是這個水也會… 搞砸了嘛 對不對 這個水也未必是用 那一口古井來釀的 對… 但主要是他當時會買2000多塊 這個代表你身分的尊貴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定價 要不要先跟他講定價 等一下再講定價 我們來看一下董哥 他自己改一下好了 改3000塊好了 他本來是講三萬塊錢 我就想錢想瘋了 不是 你要這樣 今年是103年 那86年減到103年 86年得幾年 17 17年 對啊 這麼久的酒 而且這個又停產了 對 所以我是呢 就是我跟你講 這個酒曾經有人拿了三瓶買卡倫 來跟我換 我都不換 三瓶什麼 麥卡倫 麥卡倫 怎麼不換啊 麥卡倫有幾年的 麥卡倫 幾年的 麥卡倫那個15年的 1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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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啊 2000塊 我看一瓶 2000 一瓶現在15年的話也大概是 三瓶就六千 六千啊 好 來 我們來算一下 這個神犬酒已經放了17年的時間了 對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四千塊 不錯… 不錯… 來 各位 當時買的時候是多少 他那時候賣三百多塊 那麼便宜啊 對 因為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神犬酒它是寫神犬 但它的酒不是很好喝 它其實它是用我們講的 就是說它用比較刺激的酒來做的 它不是酒心不是像二鍋頭或特高 它是用比較普通的酒來做的 包括他們講的什麼說 規定要我們講半固態 金門叫淡酒的 那種酒為主要的那個基酒 那這一瓶酒為什麼會這麼貴 這一瓶酒當時是賣三百多塊 定價是在五百 就是金門一般在賣都是這樣賣的 這一瓶酒有一個很特殊的 如果它不是這麼特殊的話 兩千塊 大概兩千塊的行情 像你八十五年八十七年 了不起就是兩千塊 那這瓶酒為什麼這麼特殊 是因為它裡面有人參的味道 你打開以後它是自然的很像 泡過人參的那個人參酒的那麼香味 這種香型大概在三四級的香型 那麼它是自然形成的 因為我們高粱酒來泡人參 它會把味道拉走 一定要用蒸餾的米酒來泡人參 才會保持原味 但是它比高粱泡過人參的那個酒 還有高粱的香味 那老九你為什麼會出現人參的味道 那在其他的高粱裡面 會有這樣的味道嗎 有 但是基本上公賣局也有 但是它高粱那個人參味 基本的最特殊是最頂級的 就是說我早上喝中午味道還在 它是最頂級的 對 那個很香 你就是現在在這裡撒上一兩cc 我們這裡基本上全部都聞得到 那個人參的香味 那這一瓶就沒有那麼濃郁了 它是喝 聞起來很香 喝起來還不錯 但是它的香型沒有辦法持續到 我們早上八點喝 中午十二點還在的那個香型 它沒有 它大概三四十分鐘就不見了 那麼喝多一點嘛 一個人喝一瓶這樣 對啊 可以啊 你先打開嘛 我們來喝喝看 才慣了嘛 不用啦 大家一起喝啦 那這一瓶酒現在的話 像這種人參味的話 保存這麼完美的話 四千塊在市場是有人要買的 因為它滿特殊的 那麼其他像一些酒廠 包括其他年份都有 就是聞起來有那個味道 喝起來不一定有那個味道 這是為什麼的原因你知道嗎 趨勁變種 加上它的高粱原料的來源 可能就是說突然之間 它買到緬甸高粱啊 發酵不完全啊 趨勁變種 都會造成這個因素 那老九霖它這一瓶酒的話 是八十六年罐裝的啦 對 那八十六年罐裝的 是不是八十六年罐裝的 這一批的高粱酒 都會有產生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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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好就是只有 在這個神圈 一般來講的話 七八九月都有 但是有一些 十月十一月跟六月都有 但是那個會跳 有時候 金門高粱很奇怪喔 就是說這一箱酒 同樣的日期 有的有人參味 有的也是會沒有 同樣的日期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一瓶酒的話 確定有 確定有嗎 這一批確定有 老九霖它那個人參味 是一開始的時候 新酒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個人參味 還是經過了十幾年以後 才會有 沒有 新酒的時候就有人參味 可是很多人一聞的時候 就覺得味道怪 跟傳統的不一樣 當時很多人說它是假酒 加上新酒的時候 沒那麼好喝 想不到經過時間 它變得又香又好喝 所以很多人在找這個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你特別喜歡金門高粱的樣子 這個也是金門高粱 不是因為我們藝人 比較有機會到這個 去落軍 去落軍 愛去落軍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金門高粱 很漂亮 這個是紅高粱 因為它的酒瓶是紅色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金門高粱 然後那上面呢 來 我們請導酒 你幫我看一下 有一個對杯 然後另外一個 中華加量金門高粱 好 這瓶酒呢 是五十六度的金門高粱 這瓶酒呢 您怎麼來的 這是我在金門呢 當兵的一個 以前眷村的這個 軍人朋友呢 送給我 他現在已經上校了 我才知道 如果說我當初呢 也跟他一樣念軍校的話呢 我也是上校佔少將缺了 沒有 所以他現在是上校佔少將缺 還在金門 還在金門 對啊 你是旅長 對 但只是說我沒有去從軍就是了 那你的朋友的話 送你的是不是 軍人 對 軍人 他們軍人自己去買這個酒 有沒有打折啊 沒有 沒有 我覺得現在軍人 都在跟商家 都在跟一般的老百姓 商家在要酒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老百姓 他其實他自己藏很多酒 對 或者說他們家後院 一挖可以挖出酒來 以前他的 可能阿公的阿公什麼的 外港比較多 這個杯子不太一樣 他們都有配啊 什麼杯子不太一樣啊 有沒有看到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就職紀念碑 對 2008年的時候 就職紀念碑 怎麼會放到這一瓶酒裡面 這瓶酒是那個嗎 就職紀念酒嗎 十二任的總統紀念酒嗎 我想他應該跟他有一點關係 這邊寫出場是2008 12月3號 所以跟馬總統 舊職有一點關係 可是這邊都沒有印 都沒有印 他上面的酒標也都沒有 怎麼突然之間杯子出現了這個 對 當時可能有要做一些杯子 跟他的搭配 那後來不太什麼原因 所以這個跟舊職有一點點的關係 老九 你是這一瓶酒 是剛好只有這一個是這樣 還是說所有的這一批的 這一批的金門 真常的這個 這個問倒我的 因為金門的就職紀念酒 他可能出個三年還在就職 他很多 比如說很多百年紀念 對 百年紀念酒有沒有 他出到102年 他還在百年紀念酒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講的話 後面的這個新的酒 我就不是很重視 加上馬總統的民調 後來越來越低 我對他更沒有興趣 好 董哥 那您估了這一瓶呢 我跟你講這一瓶 老實講 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是 最大的 真的送者大方 受者實惠 居家自用兩相宜 一萬塊錢 有實惠嗎 好像沒有實惠啊 好 來評估一下這個紅高粱 整組的 對 還送兩個杯子耶 那個杯子一個五塊錢啊 這老師真的 就像老師 你這可以拿回去做菜用 那你不能講 那茶壺的 泡茶的 也有五十塊的 也有五 因為他真的 五萬塊的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紅金龍高粱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請見 這個媽祖紀念酒的話呢 它其實上面的一個標像的話 其實就是以這個 馬祖南竿的這個 對啊 這個神像 這個神像呢 為依據 這一瓶酒呢 其實出場的時候 很多人搶購 那搶購之下的情況之下呢 甚至連大甲的鎮南宮 鎮南宮也有